在今天6月5日上午大約11點左右 我們警方接獲舉報 指在深水埗桂林街115號上面的單位裏面發生了命案 在劏房裏面其中一個睡房的木門是反鎖 人員經過爆門之後 在房裏面把床上發現了三名女童 分別是五歲、四歲和兩歲 他們當時已經昏迷在床上 之後送去醫院 最後宣告三名都是死亡 初步檢驗之後 發覺三名的女童身上沒有任何表面傷痕 經過我們探望調查之後 我們相信那名印度籍的女子 是那三名死者女童的母親 我們不排除她今早較早時用枕頭親手把她那三個女兒焗死 之後那名印度籍的女子 也有致電給她住在新界的母親 告訴她殺了人 而那名母親也即時叫她的小兒 也是印度籍女子的弟弟去報案 我們警方隨即以謀殺罪 拘捕了那名29歲的印度籍女子 我們調查發現那名被捕的女子 是牽涉家庭的感情問題 這一宗是一宗非常嚴重的家庭暴力案件 我們警方在呼籲 希望各位市民在一常生活中 都可以留意身邊的朋友的家人 發揮到倫理 互助和守望的精神 希望專業人員可以及早介入和避免悲劇再發生 找到網友來沒有 找到事情 感谢观看